好,謝謝趙偉,那我們麻煩有請李部長,謝謝 部長,請 趙偉,你好 部長好,我想今天我的問題還是延續之前我所關切的一些事情 就是關於我們隱居的槍枝的使用 因為現在是這樣,我想其實上次跟部長也交流過這個意見 大家部長現在也很清楚,就是說上次我們修了這個槍炮彈藥導起管制條例 就弄到最後就變成我們的槍站片這個斷吹 就是基本上沒有辦法引進這些槍站可以用的這些道具槍 那是這樣子,我這邊辦公室也有像這個內政部警政署這邊就去新聞 當然他們回來的這個意見就是說,現在可以按照這個低動能遊戲用槍來做為道具槍 或者是應用這個視覺效果,就是CG的這個拍攝 這個computer graphics的這種拍攝的方式來後製這個聲光效果達到拍攝的這個目的 不過當然這個問題是什麼,其實我也是讓部長知道,就是我們往下看 其實這個連我們這個台灣之光,李安大導演他自己之前在拍這個雙子殺手的時候都知道 這個不是開玩笑,用這個CG這些 就是說那個時候他要拍這個4K的這個電影 這每一秒鐘就是120張 那其實如果說我們這種以槍站片不要說多了 就是假設只要打10分鐘的槍站 這個120乘以60,就是每秒就120張 60秒,再乘以10分鐘就72000張 這不是開玩笑,就是說如果你在後製上的話 這個成本那是真的也是個天價 所以當時李安大導演自己拍這個都說這個是賠錢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事實上真的有這個問題,就是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這道具槍現在目前我想其實我就不再太多贅述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把它變成一種 這個因為我們當時把這個操作槍納管嘛 那現在這個拍電影用的這個就是形同是這個概念 那所以現在等於說變成說警政署就卡關了 那這個地方當然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當然這個一卡關這些過去不管是來台灣拍的 或者我們自己台灣之光自己拍的 這些現在全部都卡關 那當然部長上次我也跟您有溝通過 韓國香港都已經做完了 韓國香港 因為他也是這個拍電影的大國 而且這個立法立場他們也都有 他們也都把所謂的槍炮彈藥管制條例 跟我們相關的這個 先把這個地方在母法上 因為這是治安 先把它解套 所以也已經都在做 那當然我知道文化部現在要協調 那我先也跟部長報告 往下 我自己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先看這旁邊 就是在這個立法院的這邊提案這邊 其實我自己跟何志偉委員 還有一些幾乎所有跨黨派的委員 然後這裡面有國民黨委員 民進黨委員 也有那個五黨派的這個委員 其實幾乎都簽了我這個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在槍炮彈藥刀寫管制條例這邊 我們先把它鬆綁 然後鬆出一個空間來 到時候讓文化部這邊 就是你們可以也許比照教育部 因為教育部上次很成功的 就是說他們把這個運動槍支的這個 他們就自己想辦法納管 所以我不知道到目前這樣的情況下 部長能不能接受或贊同 就是說我這邊我自己我們先提案 現在槍炮彈藥那邊 讓這個警政署這邊 他們也不要再去為難這件事 我講難聽點 他們也管不動這件事情 也不會管這件事情 那接著可能這個下面的工作任務 就要交到文化部這邊 能不能比照像教育部這樣子 在運動槍支的運用上 他們也已經做了不錯的納管 這個部長是不是能簡單的講一下 好 謝謝這個張委員 對這個事情關心 上次您質詢之後 我們跟我們業務單位 也做很詳細的討論 所以我們現在去韓 讓委員剛剛講說 如果委員主動提案 有修正放寬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文化部會願意 那麼根據這個條文的鬆綁 我們來訂立一個文化創意產業 包括電影電視相關的 使用的一些管理辦法 來作為未來依據 對 是這個非常感謝部長 因為為什麼 因為認真講 這個影視道具 其實也應該這樣講 也不一定只有槍而已 對 其實影視道具還可以 事實上我們建議就是說 是一個整個影視道具的專法也好 管理辦法也好 管理辦法也好 因為這裡面可能涉及的 不只是槍 我們其實槍剛好是引發出這件事 它很多道具 甚至包括場地 這些我覺得說這個影視道具 我們因為溝通了很多 其實大概也發現其實都有很多 所以我們是建議文化部這邊 就是關於整個影視道具這邊 是不是真的要內部可以討論一下 這個的專法 那這個專法 到時候我們上游 我們先把槍炮這邊 把它這個鬆綁 接著就後端 能夠比照一個 把這個專法的這個提出來 這樣子我們認為說 這個其實也是真的在幫助我們文化產業生根 那這個專法的部分 最後部長是不是能覺得 你們這個演繹是應該可以很快嗎 對 對 只要這個 簽罵單位的母法 有放寬的話 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 來訂立一個專法 專門的辦法 好 那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進程也很快 是的 我們明天其實也會開個記者會 那這地方就是請文化部多多跟我們支持 好 沒問題 我們樂觀期生 我們一定配合 好 謝謝 謝謝張委員